各個社會有一點那個 大家好,我是連雲涵 很開心可以參加綠藤的發表會 希望大家可以讓更多美好的事實發揚 感覺有沒有覺得還蠻新鮮的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參與代言的活動 所以就是跟綠藤的合作很像一場初戀的活動 對,甜美的初戀 因為剛剛提到過綠藤生技是第一次找代言人 然後呢,這是連雲涵第一次為產品代言 雙方的第一次應該能夠激盪出很多難忘的火花 因為大家都說初戀總是最美好的 所以雲涵妳最近在忙什麼跟大家分享一下情況好不好 我最近在拍東森的新戲 然後,叫做盧鎮清零 好棒喔! 對對對,每週六還有週日晚間十點 就是一週播放一集 一週播放一集 那個李國藝我們會爆料一些他的文 爆料一些連雲涵的可愛的內幕 娃娃也是店長的鳥翠王是不是? 對,就是我們會隨時找機會充電 就是休息 因為我們常要拍很長時間 所以我們會抓時間休息 對 果然是演員,很會說話齁 脆腳就脆腳 還說到有在唱片 喔 明確是很可愛啊 很清零 兩個角色的那種詮釋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我好奇 你私下戲的什麼樣性格的女孩子啊 我私底下其實是一個 可能別人會覺得我 想法有點特別比較小孩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是屬於很愛讀書 然後很愛閱讀啊 或是做自己的事情的人 然後就是我對於演戲這件事情就是全是好角色 可是回歸到我本人的話 我生活就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盡量維持就是身心靈都很簡單 這樣才能去詮釋各式各樣的角色 Simple is the best 就是回歸簡單是最好的 最純粹的 不過我聽說 你怎麼剛剛有講 我跟我們合作的人 有時候會覺得我的想法比較 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所以都會給我取這個小小的綽號 嗯哼 是不是不好的啦 對 我覺得他們都對我蠻好的 應該說是連思考的一些邏輯 就是你的個性很獨特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見解 嗯 就我還蠻喜歡一個人處理事情 嗯 就是我喜歡參與每一個的流程 就是有點像角色做功課 所以我私底下 很多事情我也很喜歡了解 很喜歡學習 我都很喜歡自己一個人從頭到尾去理解 用我的方式去理解 或是去感覺一件事情 對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世界永遠帶有很多的熱情 然後呢希望呢 一旦投入就可以把它做到最好 對不對 發揮最大隻 如果開啟那個開關就希望做到極限 好 所以你剛剛提到重點 很恐怖 沒有極限 所以你跟綠藤相機的合作好像也是這樣 一開始是因為文字結緣嗎 對 對 因為一開始綠藤是想說找我當助戰作家 是 因為我很喜歡在我臉書上分享一些我的讀書心得啊 或是一些對生活的感想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從文字出發後來發現 聊一聊好像彼此都越來越喜歡對方 我就進一步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是 所以一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大家拿到這個新聞資料袋裡面 可以感覺到更多文字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一邊聊天同時 我們這個旁邊也有這種 對 PBK 跟大家聊一下這一次呢 連綠藤跟這個綠藤相機的不一樣的三大點 所以第一點是初戀 從這個促戰作家開始進行 那我們來到第二點 後面又變成代言人之後 我們 真的耶你看 深夜討論啊 環保實踐啊 產品開發跟教育訓練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這麼忙於代言人耶 真的 沒有錢你好激活喔 不是 就是開關打開都不是要投入 因為我想說 代言其實雖然它也是 就是它是等於說你不會這個東西就是發生 那你當然要對它有一點點了解 當然我可能還是沒有裡面的人了解 可是我會希望如果我有時間 就是他們幫我上課 我去知道說 喔這個品牌 它是為什麼創立的 那它的東西的故事 還有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是 然後包含每一個產品我都有試用過 就是 因為雖然是代言其中一部分 可是我覺得你整個企業都去看整體的 所以我覺得我每一個都用過 然後還有例如說 他們可能會問我意見 因為他們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品牌 他們會 希望你給他們feedback 所以我會可能產品開發 會問他們說 那你覺得我還需要有什麼 對 更多產品可以開發 然後我就會以我的需求 會跟他分享說 我們演員可能會需要什麼東西 就給他們一點意見 然後環保時間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很注重環保的事業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給我一些 除了我原本也有的知識 還有他們有更新的資訊 我們會交流 然後 對 所以我就是素顏戴口罩就去開會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我們自己內部的 聊天嗎 對 內部的理解 所以我就覺得說那大家就是工作 嗯 就是坐在一個table上 就是大家開會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種感 真的 所以我提到說為什麼會改睡眠半夜啊 都不睡覺在那邊頂聽檔檔檔灯檔 在那邊遛訊息是不是 我們的執行長表示有點困擾 開玩笑了啦 不是 有一個問題出來啊 因為我想說就是總部的人人家問我 我就嗯 然後這樣子我還說我是代理人家好像不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當你接下來就是要開到幾次 然後我就要開外观 下劇以後如果我有空or 我突然有什麼疑問 我就會線上跟他們開會一下 就是覺得很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因為我也沒有做過代言人 然後他們也第一次找代言人 我們還在工作 最屬於我們的代言方式 然後就一起討論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以中間出一個 蠻精彩的果荒 包括你有提出一些新的這種 新的產品線 給綠燈這邊一些建立對不對 就是覺得說好像可以 就是如果有更多元 就是更完整的一個系列 但是提議嘛 因為我覺得 反正他們是一個永續發展 他們就能一點進步 對 所以就是一個有點像是 我也算是使用者的feedback 對 所以希望這個產品線 可以越來越多 包括那個從我們這個 混膚油 身體的混膚油 到我們演員很重要 卸妝 卸妝油 然後到護唇 都有提出很多idea在裡面 如果綠燈有說的話也不錯 因為我們很喜歡綠燈的東西 希望他們可以開發 那也是對地球好的產品 是 那只有綠燈生機團隊 以後就開始惱怒了 好 我們這研發小組 就是不斷的動起來動起來 所以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很擔心 我小時候會對這種事情 非常的 就放在心上 對 就是可能從小就會資源回收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希望我以後長大 如果 欸 有機會的話是做這個方面 可是 因為 就變成演員了 所以 就是 對 就是那就是 我也希望用演員的影響力 可以告訴大家就是 環境還有環保的問題 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夢想是可以結合的 是 雲燕就有提到說 這個在生活當中 出了自己自己 自己 肉食環保 提上這個理念 不依原力之外呢 也有想過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演員的話 你就會投身 所謂的綠色企業 來傳遞這種更多 很友善地球的這種觀念 但是我覺得現在當演員也不錯啦 因為呢 變成公眾人物啊 就是可以透過每一次 這樣代言的機會 然後的文字的力量 來分享更多 你個人對地球有好 這個概念分享 對 因為我現在是李奧納 喔 李奧納多耶 注重環保 而且他有拍紀錄片 我們希望我可以成為 更有影響力的演員 然後去推廣這件事情 對 希望有些可以用過這個綠藤生機 把你跟李奧納多的緣分給簽起來 好不好 就是亞洲代言人 李奧納韓 全球代言人李奧納多 然後兩人就一起辦分禮聽 真的 好不好 哈哈哈 這樣可以好 我們就麻煩這個綠藤的團隊 你要跟李奧納多告白嗎 現在 沒有啦 好啊 他在很遠的地方 但我很喜歡他 你不要緊張 網路是沒有國籍 他看得到 好不好 好 唉唷 你教一教說的寫 不點紅的喔 哈哈哈 他很帥 他很帥 而且演戲真的很厲害 他很投入他每個角色 我覺得他做什麼事情 都非常的認真 很擔心 努力這件事情 是我非常欣賞